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监控救援道商用 诱图是越来越多了 甚至还被视为未来杀手级应用的科技产品 而台湾的无人机研发团队 是不是已经跻身世界潮流之列 有没有秘密武器可以在全球的舞台上比拼呢 提关点稍后将邀请专家 现场秀给你看 好 我们先来看的是 全球知名的软体服务公司Autodesk 整理了2019年的五大科技趋势 其中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人机协作 也就是要让无人机成为人类的好帮手 在澳洲就有实际的案例 有一家Google旗下的新创公司 进行了无人机外送实验 只要透过手机APP点餐 十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在自家的门口 拿到咖啡以及餐点 但是方便的背后却也引发了反弹 因为居民们认为无人机整天飞来飞去的 不但有噪音 万一栽下来 那可就恐怖了 让他们是不堪其扰 无人机送货不稀奇 但你或许没看过 三分钟就能把一杯热咖啡空运外送到家 而这就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新创事业 Project Wing 最近在澳洲首都坎培拉的近郊 进行的无人机外送实验 其实最近几年 不少科技公司都对于用无人机送货很感兴趣 从2016年 由电商龙头亚马逊打头阵 在英国完成了无人机首次商业试飞任务 紧接着隔年 大陆电商京东的无人机也正式起航 而这次的实验 可说是一个全新领域 因为外送的品项有热咖啡 热餐点 还有一些五金零件和药品等等 看看这间咖啡店的店名 不是Expresso 而是Expresso 因为这间餐厅原本就提供快速的得来速点餐 如今在跟谷歌合作 由于尝试更方便的无人机咖啡 虽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开始获利 但是店家看到的是未来的科技潜力 还有慢慢累积起来的无人机常客 目前参与这项外送实验的除了这间咖啡店 还有另一间墨西哥餐厅 民众只要拿起手机开启应用程式 就能点餐叫咖啡 接着无人机就会把餐点投递到使用者选择的投放范围 而这些无人机完全靠自己飞行 不需要人力操控 因为他们会根据顾客下单的地点 用GPS定位把货送达 驾驶在飞行途中 侦测到任何意外状况 无人机则会自行降落地面 究竟用无人机送货有什么好处 根据一份统计显示 除了缩短送货时间之外 用无人机取代卡车 也能把能源消耗减少6%左右 另外光是在坎培拉这个城市 一年就能省下约900万美金的商业成本 虽然根据澳洲民航局 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 跟这项实验有关的事故 但是居民关心的除了安全问题还有 当地甚至已经成立了一支 反无人机团体 理由之一就是恼人的噪音 特别是周末 就是噪音最严重的时候 从早上8点开始就步的安林 大约两个半小时内 会有十趟无人机飞过 一场创新实验 让这个小社区受到全球的瞩目 却也已经把当地民众分裂成两派 因为正义的除了噪音污染 安全疑虑之外 还有隐私问题 去年11月 这个反无人机团体就募集一份 超过千人的联署 提交给当地官方 不过业者已经有新的计划 那就是在今年春季 移师到芬兰 进行类似的无人机外送实验 这几年无人机裙飞表演 又炫又热门 今年1月就又有一个无人机的表演 打破了京市世界纪录 来自大陆深圳的无人机队 在杜拜警察干部毕业典礼 还有皇室的面前 用灯光演出了现任酋长 以及杜拜王子的肖像 惊艳全场 其实台湾的无人机队也不落人后 从飞机的组装 软体撰写 到队型的编排操控等等 全部MIT 利用卫星定位 让40多架无人机同时间表演 我们就来看看技术究竟如何 20架无人机飞越大雨的祝福 在空中摆尾 它可以幻化成台湾 也化作一颗彩色的爱心 相信吗 精彩的无人机空中展演 从组装 软体撰写 对型编排到操控 全是Made in Taiwan 1号机 红灯 2468 2468 木栏 全部黄 黑漆漆的草地上 机务员们一个个拿着手电筒 抹黑检测 这可关系着飞航安全 机子上螺丝没有锁紧 不然就是插线没有插好 那很有可能就会摔起来 不然就是无人机间碰撞这样子 准备起飞 5 4 3 2 1 工作人员全绷紧神经 不敢大意 因为每一架无人机 造价高达5万元 TK的GPS 那这一个元件 大概是这整台飞机 最贵的一个部分 它可以收敛到 10公分以内的精确度 由南台科大教授李志青 带领的无人机群飞团队 花了一年的时间 成功开发出群飞技术 是台湾目前唯一的全自制团队 拥有四十几架的无人机 教授说 以他们现有的技术 要向美国的Intel团队 在台湾灯会上 操控三百架无人机展演 甚至上千架都不成问题 但仍有两大困境带突破 量产的飞机 因为现在的飞机 是我们自己组装的 它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 比较困难的是 当你数量一多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呈现一个 完美的图形 把地上的灯移过去 现在这才是正确的位置 事实上无人机展演 考验团队的定位精准 入境编排及美感营造 其中以美国的Intel团队 及大陆的一航高具两家 技术经验最为成熟 他们分别挑战过 两千架及一千架的演出 台湾唯一的团队 三月底预计进行三十六架表演 短期目标是锁定 争取明年的台湾灯会 Intel能 台湾也能 希望说明年的台湾灯会 由我们自己来飞 超过三百台以上的飞机 抢占无人机市场缺乏资金 也缺乏更多的实战与表演机会 技术与美感的整合 更是未来的一大挑战 好 无人机到底是什么时候 开始成为新闻话题的呢 事实上早在2001年的时候 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上面 使用无人远端遥控技术 锁定盖达组织 那么到了2015年 向来被视为消费性电子产品 年度指标的CES大展 首次开设了无人机专区 发表超过100款的无人机 那么同一年 包括了亚马逊 Facebook Google 甚至还有迪士尼 都有之一同正式启动 无人机升空计划 经过了三年的发展 到2018年 已经有超过1000万架的无人机 在全球的空域上面飞行 好 这场天空当中的科技战争 究竟最新的趋势为何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介绍的是工研院机械所副所长 杨毅萍 杨副所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是 另外要介绍的是 雷虎科技的董事长 陈冠如 陈董您好 主持人 您好 是 陈董我们知道 就是雷虎在2015年 我们刚刚提到的CES大展上面 是全球当中唯一来自台湾的 参长厂商 对不对 好 这段经历还有研发的过程 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聊聊 不过现场观众朋友 您一定可以看得到 我们今天的道具 堪称是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 总价值最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这一台 我们第一个介绍上场的是这一台 据说它是行动机第一台 是不是 对 它的总价值大概多少 这台总价值大概400多万 400多万 那这个是水下的 水下的 对 水下的 这两台听说 可以买一个停车位在台北市 可以的 那工研院的这一台 对不对 这一台是最新研发出来的 是 最新研发的 到时候如果量产的话 大概价值多少 我们定价大概五 六百万左右 有五 六百万左右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你看我们今天真的是 价值连城 好 不过我们首先就来看看 这一台行动基地台 这一台基地台 到底平常可以做哪些的用途 它的特色是什么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台我们所谓定位的空中基地台 这些载具 其实它跟一般的 我们看到的无人载具 不同的地方 它等于是一个迷你直升机 它上面 它有载着通信的设备 但是它跟其他载具 比较不同的是 我们这个因为它定位 是空中基地台 所以它是透过这个缆线跟光线 跟地面的这个卫星通信车 及这店面的电源供应 变成一个组合 所以它是一个方案 主要的应用范围 我们锁定在这个紧急救难的时候 的确 如果当所有的通信设备 都中断的时候 其实需要救难的时候 更需要通信 对不对 这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好 那么有关于 它的操作的过程 因为今天我们的摄影棚 因为空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让它起飞 而且听说它起飞的时候 那个声音跟真正的直升机 很像对不对 没有错 我们这台直升机的结构 它是同轴双旋的一个设计 它是本身就是一个 活的一个陀螺椅 它本身非常的稳定 它飞起来的时候声音 会跟真的这个直升机的声音 是一样 一样这样啪... 对 好 到底一架像这样子的 行动机器台无人机 它要起飞的过程当中 它必须要具备哪些能力 还有哪些特殊装备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段影片 就可以看看 它执行勤务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在准备 要起飞对不对 的过程当中 好 这个就是陈总 您刚刚讲的 因为要有缆线 还有一个黑盒子 这个黑盒子跟缆线 它主要的作用是 好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把它定位 它是空中的基地台 基地台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提供这个通信 可以让这个民众或使用者 把他们的手机连上网 上网之后 他们需要把这些资料 透过这光线的纜线 然后传到地面的 这些路由器 然后再经过 这个卫星的设备 或他们的行动车 把这个资料传到 电信公司的总部去 除此之外 因为在紧急状况的时候 我们需要长时间 让无人机在空中滞空 需要长时间中滞空 因为这个是特殊的情境 我们把它定位在紧急救难 所以我们就透过缆线 这个缆线除了 它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光线 一个是电源的供应 所以它这个线 它提供了这两个的一个特性 所以不能够把它只想要说 好像是插电一样 它其实中间还有缆线 还有那个光线的部分 那么这个缆线 我们马上外行人一看 你就会说两件事情 第一个它会不会飞不远 因为受限于那个长度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像我在看的时候就会说 它会干扰飞行 这个部分是如何来克服 这边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先把它定位在 一个救难的一个场景的话 我们会一定会先把当地的 这个地形做个勘察 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 无人机在商业的应用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注意是 它的飞行的安全 以及它起飞降落的地方 但是透过我们的系统 它整个的起飞跟降落都是自动的 都是自动的 好 那么另外一个大家伙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看起来科技感还蛮浓的 有点那种什么星际大战 什么黑武士的feel 对不对 那它是工研院所研发出来的 它叫做高负载高续航无人机 对不对 那今年的CES大展当中 它也亮相了 据说还得了很多的好的奖励 比如说包括了路透社 美国之音 还有澳洲 以及印度的科技媒体都胜战 说这一台实在太棒了 请问到底棒在哪里 是不是副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工研院在这个研发的 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之中 首先我们会先看市场 那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现在消费型的这个无人机市场 那最大的就是大僵 它已经占了70%到75%的市场 那是一片虎害 就是在大陆 对 大陆的大僵 对 几乎都已经占卖了这个市场 第二名就是法国的Parrot 那他们两个公司 大概就已经占了这个八九成的市场 那另外一端就是 不过这个消费型的这个 这种机种 大概最大的载重 就是到20公斤 maximal 那飞行的时间 大概30分钟之内 就是很快的 不过电就会用完 那在另外一端就是这个 上百公斤的 更重的就是 可能到这个200公斤载重 可能要飞一个好几个小时的 那那个是军用的这个无人机 但是在中间有一段 是商用的无人机 还没有人去开发 所以是一片蓝海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商用无人机的这个开发 那这个主要有很多的这个用途 包括农业的用途 那这个盆撒农药的用途 因为它要载很重的这个水 或是肥料 所以这一台就可以做到 这一台就可以 或是呢 就是这个高空 我们有些时候是旧灾 有些时候是洗那个 这个大楼的玻璃帷幕 都要很重的这个载重量 而且要飞得很久 甚至在桥梁检测 这个我们其实第一个 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这个台电的电塔 那电塔上面有碍子 那固定的时间都需要这个清洗 对 所以这个是需要这个高负载 高负载要到多少呢 就是30公斤以上 甚至要到上百公斤 它必须要把那些格西带上去就对了 是 飞行的时间也是希望说 因为工作时间可能比较长 那至少要45分钟 是 那么以后借重这个无人机 就大有用途了 对不对 好 这是工研院的最新的一个研发 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这两台 这两台就不一样了 这两台是在空中飞的 但是这两台就是在水下游的 是不是在帮我们介绍 好 这两台是我们公司的这个 最新的水下的产品 是针对这个商用的市场 那我们先介绍这个 这台好了 它叫做海龙号是不是 对 现在叫海龙号 海龙号 所以它也有在CS大展上面 有 我们就来看一下影片 看看这台水下无人机 它能够运转的一个 执行任务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 好 这是在一个 类似游泳池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demo的影片 因为我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对 然后你们刚刚有讲到 它可以360度对不对 对 应该真的也游起来 就像一只真正的海豚 没有错 好 所以它也附在有这个摄影像头 摄像头对不对 摄影机 对 所以它可以随时监控这个水底下 所有的一个状况就对了 它可以做翻滚的动作 它可以翻滚 就像一只 可以360度吗 对 就像一只小海豚一样 那有些如果在海域的时候 它需要特别做一个这样子倾斜 或抚养的动作的时候 它可以做得到 这一台比较做不到 当然说它有不同的用途 是 那主要的用途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在海港 这个码头 大型的邮轮 它下面有一些 它的一些空调的一些系统 它要去做看 那再来 环保单位 如果他们 在他们的这个湖畔 或者是这个水域里面 大家看水下的这个彩样 这个水的样本 然后去评估 当地的环境有没有受到破坏 那更进一步的 我们近期有跟这个 台湾这个澎湖的业者 做这个 他们在海域里面做养殖 那养殖的社会过程 他们有部件的这个 很大的这个鱼网 那我们下去 以前都是要 这些潜水服 下去看下面 鱼有没有破洞等等 鱼网没有破洞 那现在可以透过这样的潜艇 可以下去做一个 所以以后的鱼服 比较轻松了 对不对 以前都是要全身的那个潜水装 要潜下去一个一个检查 以后是站在那个monitor前面 这样子监视着就可以了 是 好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这两台机器 看起来还是比较机器感 或者是说 比较像一个潜水艇的感觉 对不对 没有错 但是现在大陆 有一家新创公司 他们研发的是 把它做成像鱼的样子 把它做成鱼的样子 那个就感觉上比较是个人 对 没有错 我个人玩家的时候在使用的好 有关这个趋势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